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张女士曾经是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经理 与丈夫和儿子生活在花城广州 几年前由于丈夫的婚外情 夫妻两人七年的感情还是走到了尽头 一场离婚官司让张女士精疲力尽 虽然最终得到了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和儿子的监护权 但张女士还是毅然决然地带着五岁的儿子飞往美国 离开了这片伤心地 来到美国后不久 张女士便凭着自己多年从事餐饮业惯例的经验 在中国城的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还因此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虽然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十分辛苦 但新环境和新生活让张女士的精神振奋了许多 儿子也比以前更开朗活泼 张女士很欣慰 一天夜晚把儿子哄睡后 习惯在睡前以些红酒的张女士照例小酌了几杯 已在床边翻看着杂志准备入庆 这时张女士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她的好朋友珍妮 由于车子忽然在回家的路上抛了毛 独自一人被困在了一条公路旁 不得不打电话向张女士求助 张女士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她一方面担心深夜里一个单身女子独自在外 很容易发生危险 另一方面又想到自己刚刚喝了几杯红酒 而加州法律是不允许酒后驾车的 犹豫了些许 热心的张女士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去营救好友 由于独自一人抚养小孩 张女士担心儿子若半夜醒来无人照顾 便抱上熟睡的儿子一起驱车前往 由于珍妮提供的地址有误 张女士到达珍妮提供给她的地点 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正巧珍妮的手机没了电 一时无法取得联系 张女士只得在附近的街区兜圈子 挨接搜寻珍妮的下落 在经过一个标有stop标志的路口时 因为太过焦急 张女士没有将车子完全停稳 便继续前行 被守候在一旁的交通警察带了个正着 无奈张女士只得将车子停靠在路边 等待警察的处置 当张女士摇下车窗 正准备向警察出示自己的交通执照时 一股强烈的酒精味飘了出来 警察意识到张女士可能是酒后驾车 便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 对张女士进行现场检测 果不其然 测试结果显示张女士血液中 酒精含量超过了0.08% 警察需要依法对张女士进行逮捕 张女士试图向警察解释自己酒后开车 是为了解救好友 其好友现在还在道路旁等待 正在此时车内的儿子被吵醒 并且开始大哭起来 警察这才发现原来张女士不仅醉酒驾车 车上还在有年幼的孩子 警察立刻以涉嫌醉酒驾车罪和危害儿童罪 将张女士逮捕 并立刻调来另辆警车 将张女士的小孩送到寄养家庭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美国政府非常注重对儿童的保护 通过各种法律规定以保护儿童 有一个健康及安全的成长环境 父母或其他儿童的监护人 若由于故意或严重疏忽 而使儿童受到伤害 或将儿童置于有可能产生危害的环境下 都必须承担刑事和民事上的责任 美国各州对于危害儿童罪的规定 略有差异 但对于父母或其他儿童的监护人的下列行为 都会被视为危害儿童罪 将子女单独滞留在车内 车上在有儿童19后驾车 不足一定的法定年龄的儿童 独自在家无人看管 雇用有幸侵犯前科的人士看护儿童 父母在儿童面前吵架或打斗 在儿童面前制造毒品 将枪支武器放置在儿童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将儿童滞留在其他危险地带等 一旦行为人被判危害儿童罪 往往面临一年半至三年的劳刑 除刑罚外 美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为确保儿童的安全 提供了一套详细的寄养机制 若社工或执法人员 认为儿童在父母的监护下正面临紧急危险 他们可以将儿童带领家庭 寄养在一个安全的住所 法官有权决定生儿童 是否将继续处于寄养照顾中 还可以限定父母可以在何时看望他们的孩子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作为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重大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 华人新移民不可以假设儿童 有可以自理的能力而疏忽大意 父母虽有对子女的抚养权 但若由于严重疏忽 而不能为儿童的成长 营造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环境 政府有权终止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 将孩子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 并交由他人收养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打骂子女小心丧失抚养权 在餐馆做工的高先生是第一代美国移民 和妻子生活在加州洛城 并育有三个子女 高先生文化水平不高 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 平时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 去年高先生的大儿子David刚满17岁 正是叛逆的年龄 由于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便常常逃学去外面玩耍 一天David直到深夜才回到家 明天大醉浑身酒气 高先生一看就知道 儿子又去和狐朋狗友出去鬼混了 怒气之下不由分说 便抽出腰间的皮带 朝着David的身上狠狠打去 一向很怕父亲的David不敢躲闪 只得抱着头不停地求饶 保证自己不再犯错 第二天David乖乖地去了学校 正值剩下时间David穿了短袖短裤 细心的老师 发现David的大腿和胳膊上 都有长条形的瘀伤 立刻有所警觉 便带David前往学校的医护士查看 经过一番全面的检查 该医院的护士发现 David的四周和后背都有多处伤痕 便向David询问情况 David只得无奈地坦白 是由于自己抽烟喝酒的不当行为 惹怒了父亲而被打 尽管David强调自己知道 父亲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好 自己并不想将父亲告上法庭 但护士还是报了警 警察经过一番询问后 立刻通过社工的帮助 为David安排了寄养家庭 随后便前往高先生家中调查情况 面对警察的严厉询问 高先生成了自己打骂David的事实 并解释说 由于自己小时候缺乏父母的管教 很早便错了学 等到后来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 只得在餐馆里打苦工 现在自己当了父亲 非常不想看到儿子David的重蹈覆辙 自毁前途 于是便通过打骂的方式 管教孩子 希望孩子有所醒悟 但警察根本不顾高先生的任何解释 以涉嫌虐待儿童罪为由 逮捕了高先生 并设立保释金五万元 结果望子成龙的高先生 因为管教方法不当 而面临虐待儿童罪的刑事指控 除刑事官司外 儿童法庭的法官也因为教育方法 以伤害到小孩的身心而要求高先生 只有完成一定数目的情绪控制课程和父母辅导课程 才能让David回家与家人生活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美国的法律制度对于儿童保护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体系 大多数州都要求学校 医院诊所在得知或有理由怀疑儿童受到了虐待 或在没有受到必要照顾和监管的情况下 必须向执法部门举报 这些强制举报义务的人员通常包括医生 护士或其他医疗机构服务人员 老师 学校的法律顾问 学校的行政人员或其他教育工作者 同是儿童看护的个人或组织以及行政执法人员 有些州甚至规定冲洗照片的工作人员和物质滥用咨询师 也附有强制举报的义务 为了保证强制举报的实施 在美国所有的州 凡上述人员发现虐待儿童的行为却不报告的 会受到罚禁甚至短期劳刑的处罚 同时 儿童福利局作为接受报告和做出反应的主要机构之一 在儿童处于危险中时 他们有权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护儿童 对于虐待子女的案件 社工可以将子女强制从父母那里接管过来 由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代为照看 且儿童福利局通常会介入到案件的各部相关程序中 直到案件结束 儿童得到核实安置 若情况严重 儿童福利局可以代为受害儿童申请保护令 加示法庭的法官 为了保护儿童的安全 有权终止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许多华人家庭仍有不打不成才 或打是亲骂是爱的传统观念 然而在美国 虽然父母仍有权管教孩子 但若父母滥用这项权利 则不仅会面临行事责任 还有可能丧失对子女的抚养和监护权 为人父母应当尊重孩子的人格和自尊心 善于用沟通和引导的方法教育孩子 粗暴的教育方式不仅会伤害孩子的身体 还会加深孩子和父母之间的隔阂 造成孩子的暴力性格引发更多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单亲母亲为保护子女被刑事指控 来自香港的杨女士 由于长期受到老公虐待 所以她带着两个女儿移民来到美国 当时一个女儿两岁 另一位四岁 后来她含辛茹苦地将小孩子养大 在工作的过程中 杨女士认识了一名会计师 之后再婚 在婚时大女儿已经14岁 小女儿12岁 杨女士觉得这个会计师继父 对她的小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很感激新的老公对继女不嫌弃 而且帮忙分担照顾小孩子的责任 有一次大女儿向杨女士哭诉 继父三更半夜进了她的房间 并触摸她 杨女士起先警告她的新老公 对小孩子不能这样做 可是她的老公失口否认 并反过来警告杨女士 再这样疑神疑鬼 她就要离婚 不再理她们母女三人 后来杨女士就跟大女儿说 不要乱讲 爸爸是怕她睡不着 哄她睡觉而已 过了一年多 二女儿也是向她妈妈哭着说 继父半夜跑到房间来触摸她 杨女士也是同样的 跟她说不要乱讲话 这是爸爸对她的爱抚和喜欢 后来大女儿上了大学 交了一个男朋友 无语中透露了她被继父性侵的事件 她的男朋友就向警察报案 随后警察将这名继父逮捕 并发现在过去六年当中 这个继父不断地性侵两位继女 警察出了控告继父性侵罪 也逮捕了杨女士 控告她危害小孩子的安全 并将仍未满18岁的小女儿送交寄养家庭 检察官指控杨女士的两个女儿 曾多次地向她反映继父的性侵行为 可是杨女士置之不理 让小孩子忍受了六年的性侵行为 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严重的伤害 如果罪名成立 她将面临六年的劳刑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美国的文化认为 小孩子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 因此很多法律都是设立 来保护小青少年 有一个健康及安全的成长环境 法律规定父母有责任 照顾好未成年人小孩 如果故意或严重疏忽而伤害到小孩 家长必须要承担刑事责任 危害小孩子安全在法律上分为两大类 一是被告主动伤害小孩子 这类行为包括虐待小孩子 不当的体罚等 还有大热天将小孩子单独放在车内 家长醉酒驾车 而车内有小孩子等 或警察搜查被告家时 发现家中藏有毒品和枪械 而家中的小孩子可以轻易拿到 这些家长的行为会导致 或可能导致小孩子受伤刑事问题 另外一种是疏忽责任 即父母没有尽到 保证小孩子有安全成长环境的责任 例如担心妈妈为了赶去约会 将10岁的小孩子独自放在家中 或家中没有大人照顾 小孩子自己没吃没喝等 这项就是父母疏忽责任的案例 就像本案例 检察官会认为 养女士知道或应该有理由知道 两名女儿受性侵 可是不想家丑不可外扬 或受老公要离婚的警告 而不管不理 就没有尽到照顾好小孩子的责任 作为妈妈 她理应向警察报警 将性侵自己子女的继父 尽早神志以法 通常危害小孩安全案件的辩护理由是 第一 合理的体罚 如果小孩子做错事情 按照法规 家长是可以采取合理的体罚措施 来惩罚小孩子 第二 小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 想方设法脱离家庭 就会编造出一些理由 来逃脱父母的管教 第三 家长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照顾小孩子的成长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在美国 不管是亲生还是领养的小孩子 确保他们有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非常重要 大部分华人家庭都会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一旦发生向小孩子被虐待的事情 大家都不愿意讲出去 但在美国 医生护士或学校的老师及学校的护士 都有责任举报小孩子的受虐行为 通常在医院看病时 如果他们发现小孩子有受伤 就会了解是否这是父母所打 如果他们知道小孩子有被受虐 却不举报 他们的执照将会被吊销 许多老美都喜欢多管闲事 发现小孩子被父母打 或放在家中无人照顾 他们也会主动打电话报警 因而避免这类问题 是家长多与小孩沟通 一旦发现有问题 应该采取主动的行动 来保证小孩子有安全的成长环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